大家好,我是阿中,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水蒸蛋的制作方法 水蒸蛋好吃,营养价值高,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在制作水蒸蛋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许多小问题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全面讲解水蒸蛋的制作方法和技巧 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工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容器,打入四个刚下的母鸡蛋 四个鸡蛋197克,将近200克,我们按200克算 然后我们把打好的鸡蛋打散 把蛋清和蛋黄充分的给它融合起来 里边不结块就可以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放在一边备用 另外我们再准备一个干净的容器 加入600克的温开水 加水我们一定要加温开水 因为温开水我们炖出来的水蒸蛋,它不容易产生气泡 再加入5克左右的食用盐 加盐的目的能快速凝固蛋液,排出蛋液中的气泡 最后把我们的蛋液倒进去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让蛋液和水给它充分的融合 这样炖出的鸡蛋才更加的细腻 我们在制作水蒸蛋的时候,水和鸡蛋的比例最好是3比1 3份的水,1份的鸡蛋 这样炖出的鸡蛋更加的美味,更加的鲜 搅拌均匀之后,我们给它用密漏网,给它滤一下 把上面的气泡滤出来 我们过滤过的水蒸蛋,蒸出来的成品,它口感会更好 然后再把上面少许的泡沫给它打掉 好,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装入盘中 在家里面蒸,我们尽量入这种浅子的容器 因为浅子的容器蒸出的水蒸蛋 它的成熟度更加的均匀,口感更加的好 好,我们给它倒入盘中 倒的时候要顺着碗边倒 顺着碗边倒,它不容易产生气泡 蒸出来的水蒸蛋也没有气孔 好,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保鲜膜给它封起来 这样也能避免气泡的形成 也能预防水蒸气滴落下来,影响它的外观 再用牙签给它扎几个孔 这样我们在蒸制的时候也不容易形成气泡 蒸出是成品,也更加的好看 然后我们把它放入上来气的蒸锅中 然后给它盖上锅盖 上气之后我们改中火 蒸8到10分钟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大火,大火蒸出来的容易产生气泡 好,现在我们的水蒸蛋已经蒸了4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打开锅盖 给它散一下蒸气 打开锅盖,散气的目的也是为了避免我们在蒸水蒸蛋的时候啊 它形成许多的细密的小气泡 好,时间到了,我们关火 关了火之后不要急着打开锅盖 在锅里边再给它焖个一分钟 好,时间到了,我们端出 然后我们把保鲜膜给它打开 这样炖出来的水蒸蛋啊 非常的丝滑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小刀 给它划一下刀 改好刀之后 我们再给它淋入少许的蒸一匙油 再淋上少许的小木油 撒上少许的葱花 好,这样就可以了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炖出来的鸡蛋 特别的颤 丝滑鲜嫩啊 我替大家尝一下 路口鸡化 非常的爽滑 学会了这道菜啊 赶快给家里人试试吧 绝对老人孩子都爱吃 营养价值又高 又容易消化 好,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各位好朋友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 转发 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